勇怀古迹无首 其三 杜甫 群山万鹤赴京门 生长名妃尚有村 一去紫苔连朔末 毒流青种像黄昏 画图醒时春封面 环佩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做虎语 分明怨恨曲终论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 成千上万的山巒山谷连绵不断 如像京门奔去一般 王昭君生长的山村至今还存留 从紫苔一去直通向塞外沙漠 最后只留荒郊上的一座孤坟对着黄昏 糊涂的君王只一平画图识别昭君的容颜 月夜里环佩叮当是昭君归魂 千载流传他做的胡音琵琶曲 曲中倾诉的分明是满腔悲愤 再读一遍 永怀古迹无首 其三 群山万鹤赴京门 生长名飞尚有村 一去紫苔连朔末 独留青种像黄昏 画图醒时春风面 环佩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做胡语 分明怨恨 曲中论